好了 我们来看第三项内容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什么是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呢 就是你这个房产和地产用途发生改变了 转之前叫一个资产名称 转之后变成另外一个资产名称了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自用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自己用的房子 自己用的地 我们分别叫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又比如说这个房子和地呢 我们是准备卖的 在这儿呢 叫存货 房地产公司的房子就存货呗 是吧 好 这是准备自己用的 准备卖的 分别叫固定无形和存货 那假设来讲呢 我们不再用了 我们准备给它租出去了 像我们有一些国企呢 它经营不景气 经营不景气怎么办呢 就把房子把地给租出去了 是不是啊 租出以后 那房子和地还叫固定资产吗 对于老国企来讲呢 就叫做投资性 房地产增加了 那你的账上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就减少了 又比如说 我们有些房地产公司 它建了房子了 房子银行的货物吧 叫存货资产 对吧 现在不好卖 现在疫情不好卖 不好卖 想怎么卖 还得活着 不得了 拿出一部分房子呀 不卖了 我给租出去吧 赚点租金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存货资产就减少了 那投资性房地产就增加了 正在出租的房产叫投资性房地产 你看 转之前叫什么 是不是叫这些名字 转之后 统一的都叫投资性房地产 同样道理 如果我原来这个房产呢 我是出租的 叫投资性房地产 后来我不租了 我房子准备自用 地准备自用 或者这个房子呢 准备卖 那又有投资性房地产 要变成什么 出租减少了 要变成自用的多了 或者呢 要变成出售的多了 那这时 这些资产就增加了 投资性房地产就减少了呗 这就是用途发生改变了 你看 这都属于转变 再来强强一下 自用的 销售的 不自用 不销售了 出租了 还是转换了 出租的 不租了 又转回来了 这都属于转换 对于转换来讲呢 我们注意就是在转换当中 有没有损益呀 取决于投资性房地产 你采用什么模式计量 不管是你自用转出租 还是出租转自用 取决于投资性房地产 是采用什么模式计量 我们说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成本模式 一种是公用模式 对不对呀 成本模式在转来转去的时候 有没有损益呀 没损益 自用的 但就以房子为举例来说明了 不说三个了 自用的房子 我现在就改为出租了 这时呢 账上没有损益 怎么核算 咱先不管它 先说没有损益 那原来是出租的房子 现在又准备转为自用了 好了 只要它是成本模式核算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是成本模式核算 这个转来转去 有没有损益 先记住结论 没有损益 那好了 如果公用模式呢 公用模式就有损益了 先记住结论 如果是自用的固定无形存货 现在我不用 不卖了 我要用 我用于出租了 这时投资性房地产增加了吧 如果这样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公用模式来计量 这时在转换当中就会出现损益 有公用就要体验损益 不同点在哪呢 就是在转换的时候呢 这转换的益和转换的损 寄出什么账户 来 我们看一下 如果自用固定无形和你销售存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转为公用模式时 转换升值 注意 这升值就是什么账户 其他总和收益 如果转换减值就是什么账户 公用价值变动损益 先记住结论 这是自用的 出售的转为出租 对吧 那如果我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公用模式计量 我原来是出租的 现在不租了 我准备自用了 准备出售了 这是又出租转为自用 是不是又转换呀 这个转换的时候 也可能出现转换升值 也可能出现转换减值 投资性房地产减少了 固定资产无形产存货增加了 是吧 那他在转换的时候 不管升值减值 都是记住哪 公用价值变动损益 所以说你看哪个简单 是不是成本模式简单 你怎么转都是没有损益的 公用模式呢 转到投资性房地产 有损益 但是一记一个账户 损计另外一个账户 那投资性房间转为存货 转为固定资产呢 不管转换益 还是转换损 都是记住公用价值变动损益 实际上我们考试 主要考就这 就转换处理 就考就这 尤其是前面 转换的升值和损失 那记住账户不一样 一定要加以注意 好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具体的数字 来加以说明一下 这个数字呢 你不用去背他 你需要记住的是我们前面转换的结果 对不对啊 承门模式下 只要有承门参与了 没损益 公用了 有损益 但随着账户不一样 就可以了 来 我们来理解是可以了 咱们就以出租的建筑物 现在开始进行转换 我们把建筑物给转为出租了 转为出租情况下 账上的投资性房地产就要增加呗 这是问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哪种模式 后续计量啊 好 我们说采用承门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承门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与非房地产之间的转换 现在我们先来说 以自用的转为出租 那我们来看就是非转投 什么非转投呢 就是非投资性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呗 这里的非代表固定资产 代表无形资产代表存货 所以统称为非就可以了 好 非投资性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就以固定资产来进行举例 假设这样固定资产呢 占上原值100万 这就80万 减值了5万 那在转之前 这个资产证门价值多少 固定资产证门价值就是100减80减5 就是15呗 证门价值15 那转成投资性房地产呢 你转之前是多少 转之后还是多少 因为我们说了 转成成本模式 没有损益 原来账上多少 新的资产后面金额还是多少 没有升值也没有减值 所以没有损益 这得分路处理 一般性的了解就可以了 分路怎么处理呢 叫对转 什么叫对转呢 来看一下 那账上的固定资产减少了 投资性房地产增加 这时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并不是写那15 并不是写占本价值 而是写你 原来固定资的原值 固定资产原值100 减少了投资性房地产原值增加 增加100 那接下来固定资产折旧呢 固定资就减少了 变成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 固定资准备减少了 变成投资性房地产 减值准备 就是把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分别换个账户名称而已 内容不变 还是那些金额 就是换个账户名称 就是账户对转嘛 对吧 所以转来转去 是没有损益的 那又比如说 投资性房地产 转成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成固定资产呀 无形资产呀 存货呀 对吧 那这有没有损益呢 就要看一下 你投资性房地产 才有什么模式计量 如果是成本模式计量 依然是没有损益的 比如说 投资性房地产 正在出租的房子 原值100万 已经折旧了80 已经减值了5 那账户价值多少 15呗 那现在我不再出租了 变成自用 变成自用以后 你转换成自用的固定资产 也写15 但那15呢 实际上价值 分路怎么写呢 还是账户对转 投资性房地产 减少了原值 固定资产增加原值 投资性房地产 累资又减少了 然后固定资产 累资又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减少了 固定资产减少了 固定资产减减增加 就对转就可以了 对吧 最终没有升值 没有减值 这是没有转换损益 这是以成本模式参与值 我们考试 就是这么一句话 有没有转换损益 没有转换损益 接下来看 第二个 公运模式 既然是有公运 那就跟你账上的 账面价值就会涉及差额吧 就要认可你的转换损益 认公运了嘛 就有转换损益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 如果是非转投 来我们看一下非转投 非投资性房地产是什么 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存货 这都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为投资性房地产了 这是怎么转呢 好 这就不是账户对断了 来我们看一下 这时呢 就把你账上的资产价值啊 然后求出净额来 求出净额 然后以净额作为那个投资性房地产 入账就可以了 我们以固定资产来举例就行 好 那你账上的固定资产减少了 固定资产减少 累值又减少 减值都没减少 这三者的差额 是你转之前账上这个资产的账面价值 对不对啊 好了 如果说圆值100 折就80 减值5 账面价值就是15呗 对吧 现在变成投资性房地产了 那投资性房地产说 哟 我看一下 这供运价值多少 这供运价值来进行入账 按照供运价值来进行入账 按照供运模式计量嘛 当然按照供运价值来入账了 这时就出现一个问题 账面价值和供运价值就出现差额了吧 对吧 看是借差还是代差 如果借方小就接差 代方小就代差 好了 那如果转换的结果是供运价值才5 账上是15 最后变成了新的资产才5了 那不是损失吗 损失去哪呢 损失去这个账户 记住供运价值变动损益 是转换损失 对吧 那如果是转换收益呢 如果账面价值15 以转换结果是15 是25 如果是25 情况下2515 那代方差额呗 对吧 那我们来看 代方差额就要记住 其他综合收益了 是转换收益 所以我们注意比较 看看我们做的动画 代方小是其他综合收益 借方小是什么呢 是供运价值变动损益 来看一下 看到了吧 一定要注意 我们考试考这一点啊 要注意他们的区别 好了 那再来看 投转非 投资性房地产转为 非投资性房地产 就转为固定资产 转为无形资产 转为存货 对吧 我们还是以固定资产 来进行举例啊 那分路 我们考的呢 并不是特别多 我们考的就是 转换当中 升值和减值 怎么处理的 那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了 那投资性房地产 账面有账面价值 要反映 投资性房地产减少了 来看一下 这里是代 投资性房地产 成本和公寓价值变动 那投资性房地产减少了 然后固定资产增加 那这时我们来看 如果投资性房地产 假设来讲啊 它的成本是1000万 好了 公寓价值变动呢 是600万 这是账上 这个资产值多少钱 值1600呗 对吧 投资性房地产 账上是1600 那转为固定资产的时候呢 转为固定资产 说呦 这固定资产可不是1600 假设是1800 是1800怎么办 怎么会出现1600 1800呢 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呢 是你是在2021年12月31号 你进行计量的 那这时就有一个账面价值呗 就是公寓价变成账面啊 就是是1600 注意啊 当时是1600 那过了半年以后 你现在把它给变成固定资产了 把金转换了 那半年以后 我写一个吧 半年后 在公寓价值1800 那这时这个固定资产入账时 可不是按照原来1600来入账啊 而是按照公寓价值来入账 按照1800来进行入账 因为你当时的1800 就是你最新固定资产的成本吧 对吧 那这1800和1600之间 是有差额的呀 差额怎么办 两边小 两边写公寓价值变动损益 带方小 带公寓价值变动损益 借方小 就借公寓价值变动损益 就转换收益 转换损失 都是记住公寓价值变动损益的 看到了吗 那对这道题目 是转换收益还是转换损失 借方1800 带方是1600 那很显然带方小 带公寓价值变动损益 就是200 看到了吧 好 那这种分路 我认为呢 你全面把握更好 那核心内容就是 升级哪 减级哪 这是自用转出租 那出租转自用呢 升减都是同一个账户 对吧 来我们给出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同学们来做一做 自用转出租 升降怎么处理 出租转自用 升降怎么来处理 通过这些简单数字 你才能真的把握住 我这个分路是怎么来进行书写的 这个我就不太进行讲解了 看看 你写完后结果 跟我们写完的一样不一样 自用转出租 账上的固定资产 折旧简直都没有了 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但投资性房地产按什么计量 按照公寓计量 然后账上的占文价值减少了 二者差额 哪边小 哪边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很显然 账上15 公寓是40 转换升值了呗 要带其他综合收益 自用转换为出租 如果减值了呢 减值要记住哪呢 记住公寓价值变动随意 对吧 来看看我们这笔分路的处理 最后结果就是 借房小 贷房大 贷房15 借房的10 那就借公寓价值变动随意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道例题 2020年1月2号 某房地产开发企业 将一自用的建筑物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那个自己用的办公楼 你最后不用了 改成出租了 那就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并打算用公寓价值模式 来进行计量 该建筑物的原值是220万 折旧是20万 已经计计准备是5万 在转换日公寓价值是250万 好 不考虑相关税收问题 2020年12月31日 该建筑物的公寓价值是280万 现在也给出了在转换日的公寓价值 和转换期的期末 2020年转换的 那年底的时候 它的公寓价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转换日那天怎么来进行处理 转换期的期末 怎么来进行处理 转换日是2020年1月2号呗 在这一天 你的用途方向改变了 账上就要由一项资产 变成另外一项资产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 原来是自用的建筑物 原来叫什么账物 固定资产呗 对吧 把固定资产的原值 折旧和减值都要进行减掉 从账上减少 然后变成投资性房地产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在公寓模式下 那就只能按照公寓价值来进行计量 那就是按照250来计量呗 这是看转换升值还是转换减值 转换升值了 进哪 其他综合收益 来写二分路 大家写一遍以后呢 印象会更深 把分路写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 借投资性房地产 别忘了太小尾巴 这是一个成本明细 公寓模式下才有成本明细呢 是它的当时的公寓价值 这是账面价值 好了 二值差 转换升值 那就带其他综合收益 这笔转换收益 进入你转换当期的利润了吗 这是一个所有者权益账户 并没有进入转换当期的利润 什么是进入利润 等你上面这个借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将来被卖掉的时候 现在没卖时 有资产 有其他综合收益 现在资产没有了 其他综合收益 再转为 你的卖当期的损益就可以了 这就是有资产 有其他综合收益 没有时才把它转为 卖那当期的损益 这是转换升值 来 接下来再来看呢 在12月31号的时候 又有一个新的供运价值 转换那天是250 转换当年年末是280 250到280 涨了30 那怎么办 增加投资性房地产 增加供运价值变动损益 这个题目挺好 转换升值怎么处理 转换期期末 价值又升值 怎么来进行处理 是两个不同的账户 看到没有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13年里到多远题 下来关于投资性房地产 与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的会计处理的表达中 正确的有什么 来 我们看 A 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 自用房地产时 账面价值与供运价值的差额 进入供运价值变动损益 来 看这 成本模式有损益吗 说了一大段话 成本模式下 不管是出租转自用 还是自用转出租 都是没有损益的 他说有损益 那就肯定错了 来看2B 2B同样是这个问题 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 只不过 A是转换成 自用房地产 这个B转换成存货 只要是成本模式计量的 不管你转成 哪一种非投资性房地产 在转当中 都是没有损益的 C 自用房地产 转换为 采用公运模式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其账面价值大于 公运价值的差额 进入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采用公运价值模式计量时 确实是有损益 但是这个损益 是进入其他增加收益呢 还是进入公运价值变动损益呢 一定要注意 自用转出租时 升值 是进入其他增加收益 转换减值是进入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这里说的是什么 这里说的是自用的 转换成公运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 是升值还是减值的呢 账面价值大于公运价值的差额 账面大于公运 说明是减值了 减值进入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正确 四地 采用公运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成存货的时候 就是投转非 其账面价值与公运价值的差额 进入其他增加收益 这对吗 这不对吧 公运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成非投资性房地产时 投转非的时候 不管升还是降 都是进入公运价值变动损益的 一 存货转换为采用公运价值模式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时 其账面价值小于 公运价值差额 又是转成公运模式 是谁转成谁呢 是存货 是卖的 转成投资性房地产 非转头 非转头的过程当中 如果升值进哪呢 升值即其他综合收益 减值了即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这是升还是减 其账面价值小于公运价值的 小于了 说明是升值了吧 升值应该基于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个就是正确的 好了 那这样我们来看 表示正确的就是 C和E 好了 正确答案就是C和E 来 看那条段案题 是2020年考核过的段案题 将存货转换为采用公运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该房产在转换日公运价值以账面价值差额 有可能记住哪个会计科目啊 那一定要注意这是非转头还是投转飞呢 存货的房产就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要转换成公运模式计量的那就是非转头呗 对不对啊 非转头的时候转换升转换降 分别记什么 分别记其他综合收益和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这来讲只设计这两个账户 别的不设计 别的就是干扰呗 对吧 那我们通过这样不同的题目呢 我们就练习了啊 非转头的时候 升降 处理结果是不一样的啊 经常在这里来进行考核 好了 这是我们讲解的投资性房地产啊 它的核心的内容 来我们快速来回顾一下都讲解什么了 首先我们讲解的什么是投资性房地产 出资的地和出资的房子 是不是啊 那增值的地呢 是增值房子可不是 那一定要注意什么是投资性房地产 二房东是不是 不是吧 一房三产的问题 空置与闲置的问题 都要加以注意啊 那接下来我们讲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计量 初始计量非常简单 就是按照成本 你后续有公运 有成本模式 在初始时都按照成本来进行计量 好 后续两种模式 成本模式和公运模式 成本模式下是什么 是三亿 亿折旧也贪消也减值 但不看公运价值变动 公运模式下呢 是三亿不折旧 不贪消不减值 我的眼里只有你 是什么 公运价值变动 对吧 这一样加以注意的啊 不管成本模式还是公运模式 他们取得的出租的租金收入 都是具有其他有收入的 成本模式下 既提的折旧啊 贪消啊 是基于其他业务成本 那简直呢 那简直就基于资产 简直损失呗 对吧 那这是成本模式 它的一个主要的核算特点 那公运模式呢 公运模式 它的价值波动 是基于公运价值变动 损益的 持有其他价值波动 基于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在出售的时候 出售的时候 要加以注意了 卖的钱进哪 其他业务收入 账上价值 基于其他业务成本 还有一个后续支出的处理问题 大支出和小支出 怎么来进行处理 在投资性房地产 出租期间进行改革建的 账上有没有投资性房地产 有了 具体不及折旧 不及折旧 也不进行贪销 一定要加以注意 好 再来看模式变更 模式变更的时候 我们说了 你所有的投资性房地产 只能建到一种模式 要么都公运 要么都成本 那如果你原来是成本 现在变成公运是可以的 但要进行追逐调整 公运不能变成成本模式 好 再来看转换 转换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有公运模式参与情况下 非转投 投转非 转到哪里去了 一定要记住了 对吧 好 这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所讲解的内容 来 我们讲完了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这一章就讲解完毕了 这一章内容多不多 真的非常非常多 来 我们快速的再来把本章都讲什么 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从大的方向上捋一捋就可以了 来 那每个小的之要点呢 我们在每个考点后面 我们都进行相应的归纳总结了 看一看我们前面归纳总结 你是否跟上了 跟不上呢 再去回去好好背一背 这个知识要点 来 我们看 在这章下呢 我们讲第一项内容就是 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就是金一呗 金融资产一共三类 第一类就是以贪余成本来进行计量 对吧 贪余成本计量金融资产呢 我们是以债权投资这个账户 来代表所有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 就购买债券 准备长期持有 账上叫债权投资 对吧 它的初始计量怎么计量 你要知道 是什么 加上你的交易费用 用供运价值减去 已到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之后余额加交易费用 所以初始计量金额 在考上中呢 经常考的是 在你持有期间 你的贪余成本怎么计算 你的投资收益怎么计算 计算投资收益时 我讲过一时 什么故事 挂羊头卖狗肉 对不对呀 要知道 那个羊头 就是你真金白银要收进来的 借应收利息 面值成平板利率 是真金白银要收的 带投资收益 是用七出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那就是狗肉 羊头和狗肉间的差额 用哪账号来调整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呗 对不对呀 好 那这个投资收益计算 一定要会算啊 贪余成本啊 然后你的投资收益啊 都要求会计算 考试就是从这里来进行考核的 我们还讲解了呢 关于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呢 有三分类 我们这里讲的分类都是 金一重分类金二 金一重分类金三 就三者之间进行重分类 前提是他们是债券投资 才能进行重分类 股权投资是不能进行重分类的 一定要注意 务必要记住 从金一开始 金一转成金二 金一转成金三 叫价基随一价狗随狗 金一转成金二的时候 那个价值波动 进哪 进入其他中收益 金一转成金三的时候 价值波动 进入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对不对啊 就是金一转金二 金一转金三 那金二转金一 金二转金三 或者金三再转金一 金三转这个金二 他们有什么特点 按照我们给列的表格 来进行金一 来来金一就可以了 好 那一个总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金二往外转的时候 你转金一也好 转金三也好 一定注意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要进行转出 金二是变态的那个 债券投资嘛 是吧 那其他综合收益 要进行转出 要进行转出 好 这是金二转的时候 那金三转的时候呢 那就比较简单了 公运价值波动损益 是不转出的 要注意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讲的第二个考点呢 就是变态的股票 和变态的债券 就是金二这种资产 那我们给了一个比较的表格 对不对呀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他们分别怎么来进行 核算的 一定要把握住 最核心点就是 他们两者的价值波动 在持有期间都记录 其他综合收益 没有记录利润 对吧 但在 未来出售的时候呢 其他债权投资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能转到利润的 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价值波动呢 是转到有存收益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 一定要知道 好 我们再来看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内容比较多 我们当然来说啊 然后我们来看 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下一评 来回顾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呢 是我们最后进行讲解的 大家印象比较深吧 投资性房地产 有三个方面 哪三个方面 投资性房地产呢 还有那些干少项是什么 那一定要知道 好 它的后业计量呢 有两种模式 对吧 一种是成本模式 一种是公寓模式 还记得 它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 成本模式三野 野这就野贪消 也简直 公寓模式三不 不这就不贪消 不简直 对吧 那他们在出租期间 产生的出租收入 都记哪 都记其他业务收入 卖时 所卖的钱 也都记住其他业务收入 那在出租期间 如果成本模式下 积极折旧呢 就记住其他业务成本 卖的时候代价呢 也就其他业务成本 这种分路 你写一写 还是更容易 把握住它的 核算要点的 好 那关于模式变工 我们提到了 谁能转变成谁 成本能变成公寓 但要追溯调整 好 那公寓不能转变成成本 来看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转换当中 我们特意强调就是 一定注意 头转飞 飞转头 那个头是供运情况下 才会有损益 那头是成本情况下 是没有损益的 供运情况下 飞转头的时候 升 减了减哪 其他业务收益 和供运价值变作损益 而头转飞的时候呢 头转飞的时候 升减都是哪 供运价值变作损益 对吧 好 来 再来看最后一个重大游戏 就是长期股源投资 我们讲的当中呢 是通过三个考点 来进行讲解的 那你一定要回忆起 长期股源投资那张图 对不对呀 重大影响 共同控制 控制 那我们采用长期股源投资核算 那左边三无呢 采用金融资产 金二和金三来进行核算 对吧 那想一想 他们那个适用的范围 至于控制三要素啊 重大影响的无众情形啊 考前再背一背 现在愿意看就看一看啊 因为我们考的概率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适用范围一定要背下来啊 为我们后续核算来做好铺垫 那成本法下呢 成本法下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控制的情形 我们采采用成本法来核算 我们讲解了通过企业合并形成控制的 通过企业合并 A把B给并了 A对B进行长期股源投资核算 是控股合并吧 对吧 那有两种合并 A和B在合并之前呢 他们是同一集团内两家子公司 就同意控制企业合并 A和B合并之前不是同一个集团 那就按照公运价值合并呗 那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说明他们之间公运吗 同一集团内部的两个企业之间的合并 可能不公运 既然不公运情况下 那个合并方账上的长头 就不按照付出代价来算了 因为不公运嘛 一定注意 同一控制下的长头 按什么算 按得到的算 你公运情况下 你的长头才按照付出的公运来算的 所以注意 同一和非同一 那个初始投资成本一样吗 不一样 同一按得到的算 非同一按照付出的公运来进行计算 同一一下 按得到的一定注意 是得到的被投资方 那个账面价值 在谁的报表上账面价值 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上账面价值 要加以注意 对于同一一下 借方是得到的一个账面价值 代方是付出账面价值 借贷方会有差额 差额调整哪呢 调整合并方的所有者权益 那非同一一下呢 借方那个长头 就让账方那个所有金额来核算的 账方有多少 借方就多少 那就没有差额 那如果有损益呢 就是你账方内部出现损益 你把你一个资产进行投资出去了 那就向内卖了呗 按照公运和账面之间差额 确认损益 那保住他们的处理 好 这是同一还是非同一 取得了长期股权投资 在取得过程当中 不管是同一合并还是非同一合并 投资费用 筹资费用 处理的思路是一样的 也就是同一一下 非同一一下 投资费用都是寄管理费用 同一一下 非同一一下 筹资费用都是寄入权益工具 或负债 它的初始计量 金额 好了 承办法下快据分路 就两笔分路 一笔是 同一或非同一 你取得投资式的分路 还比呢 就是在持有期间 被投资企业要给你现金鼓励了 要给你现金鼓励了 这是要有分路 股票鼓励是没有分路的 好了 那在持有期间 被投资企业 它宣告净利润了 有分路吗 没有分路 被投资任何风际操纵 除了发现金鼓励以外 其他你都不做长期处理 好 这是成本法的合算 再来看权益法 权益法下张 我们讲解内容就是 不是通过企业合并方式 所取得的初始投资成本 你权益法 你并了被投资企业吗 权益法是 你在具有重大影响 你在共同控制情况下 才采用权益法来核算 所以这时呢 我们称非企业合并方式 取得投资成本 这里一个最大的关键点 和同一非同一区别的 就是投资费用的处理不同 成本法下 那投资费用 进哪了 管理费用 而权益法下呢 投资费用 要进入初始投资成本 看看处理不一样吧 对吧 并且在权益法下 形成初始投资成本了 一定要用初始投资成本 和你向的份额 要比大小 对吧 要比大小 大了不调 小了要调 调进哪 进入营业外收入 好了 我们说在投资持有期间 要分享受资期的净利润吧 那分享净利润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 先讲了一个简单的 分享净利润 后面再讲复杂的 现在在学的时候 那就直接按照复杂来处理 就可以了 就是看它的净利润 你认可不认可 不认可 要进行调整 认可了 就直接给你净利润 乘以投资比例 接 长期管投资 破账 选须调整 但 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不认可呢 调整完以后 算出金额 再做这一份路就行 有两种原因不认可吧 还记得哪两种原因吗 一个是在投资时造的孽 被投资方 那个资产的供运价值 高于它的账面成本了 那在他 在他计账的时候呢 算利润时 肯定按照账面成本来算呀 可我们需要 按照一个更高的数来算 所以在 后续对利润调整时呢 在追加费用 对吧 原来按照供运价值 应该再补及多费用 在你后期间 都要进行补及 那掌握住 我们补及那个公式 是不是啊 那第二个 就是在投资持有期间 造了孽 那就是产生内部交易了 内部交易是怎么调整呢 就对你的精力进行调整 我们减一项 加一项 减未实现的利润 加实现的利润 对吧 想想那两个公式 一个存货的 一个固定资产的 我们考试 经常围绕这两方面来进行考核 一定要加一注意啊 投资时造孽 和投资持有期间造孽 一定要记住了 来 再来看 投资时承担亏损时 小亏损 就做一个分享收益 相反的处理就可以了 借投资收益 带长期股价投资 破账号 选一调整 大亏损呢 大亏损 你带长期股价投资以后 还有可能带长期应用款 把这两个资产都充没了 还有可能带预计负债 如果带预计负债以后 还有损失 那就不急了 所以我们账上体现损失的 就是充建两个资产 增加一个负债 带来损失 那还没有负担的 被查账登记 在账上就不体现损失了 这是发生损失时 恢复的时候呢 再反过来 是吧 先要弥补呢 确认一级负债的损失 再来弥补长期收款的 再来弥补长期股权投资的 他们最开始之前 先把那个 被查账领向弥补了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权益法下 还有两个变动的处理 刚才我们说是收益的处理 接下来被投资方 他还有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啊 其他权益变动啊 投资方也要进行相关的处理 对吧 那在处理时怎么办 跟分享收益时 我们讲的是同一个分路 就是借方要去纸上富贵 什么富贵 纸上富贵 借长期股权投资 自然增加了 我们破这号 是三种原因增加的 是损益调整啊 还是其他综合收益啊 还是其他权益变动啊 对吧 还有三个不同的营系 代方结果呢 就可能记利润 也可能不记利润 代投资收益 就记利润了 代其他综合收益 代资模公司 就不记利润的 这两个不记利润的 等到股票出售的时候 再转为利润 对吧 要保住这些核心点 好 最后我们讲的就是转换 转换呢 有增资转换 还有减资转换 你怎么记呢 就是增资按一个系列来记 减资按一个系列来记 增资当中最麻烦是哪个 最麻烦的那个就是 从公允价值计量到权益法 这是最麻烦的 那公允价值到成本法呢 就是在钢牌转换一的技术上 不用比大小就可以了 其他都一样 你看技术的特点 是不是好积累啊 对吧 好 那在减资的时候呢 减资是哪个最麻烦 是长头内部的 那个最麻烦 增资是跨界的 最麻烦 减资的时候是不跨界 长头内部 成本到权益是最麻烦 对吧 卖那部分怎么处理 剩下那部分 要进追溯 在你最开始投资时 那要进追溯 投资时候期间要进行追溯 那是比较麻烦的 对吧 接下来还有什么 成本到公允呀 权益到公允呀 那些容易多了 对吧 那按照我们给你思路 要好好来背一背 我们一看 这样的多不多 真的特别多不多 怎么才能记住它呢 第一 就是通过做题 来拱入你这些知识点 但是做题结果呢 还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知识点 那怎么有一个全面把握呢 就把我们刚才 归纳总结的那些内容 那我们给他拿手机 拍在手机里面 路上没事就看 快速来看 那通过不断的 反复的记忆 我们才能把这些知识记住了 如果就想靠一次记 不大可能 一定要反复的来记忆 好了 那这一章我们就讲解完毕了 应该说 这一章最体现我们学习的特点 什么特点 天当酬金 同学们 加油啊 我们下一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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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